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 今晚我们讨论的问题 就是单车心态旅游的社会企业 我相信大家如果在香港成长 同然很多人都有单车 我记得小时候在北角住 有个叫飞达单车铺 我忘记了多少钱 总之是很便宜的 几毫子的书架单车 全香港去驾 我记得有时候 书架单车去驾驾驾驾驾到香港仔 来到现在的南塘道那里 很邪的 我记得晚上 以前那些小灯弹 是否有个摩达这样推 如果走得快就很快 我试过把人的灯弹烧爆的旗家 小时候就有很多这些东西玩 因为始终香港的时候 那个环境是 踩单车也是挺安全的 但是大家知道 近年来 在马路踩单车 是越来越困难的 也都挺危险的 在我自己工作里面 都遇过有些病人 是那些单车比赛的人 那些人来的 那整成伤到 是住院几个月都有的 所以搞得香港很多人上去踩单车 可能要去到其他国家 尤其是这些生态旅游的地方 香港基本上是很难的 很多人都走去中国大陆 有些人都想着 可能要去法国 去纽西兰 或者去哈华尔 就想着有辆车上去之后 就冲了一两个小时 很开心 但是始终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 很 很怀念的活动 直至到前几个月 我和黎太 无意之间去看 去探讨新界 原来他告诉我 有单车踩的 新泰旅游单车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原来在香港 在上演十月左右 刚刚成立的 单车生态旅游 那些单车都很漂亮的 你不用自己带单车 足够有五十多架单车 所以我相信香港人 都很有兴趣 我记得在那里 几分钟里面 每几分钟都有人来拿 单车 我相信很快 都会很忙 今晚我们很高兴 请到Anthony Penn 和Mika Chan小姐 Mika是负责旅游事务经理 Anthony也是在社会企业中 他是一位主任 或者先请Mika 介绍一下 这么好玩的东西 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想参加 怎样参加 其实我们在元朗 有间店 现在在12月底 开始运作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都会看到资料 之后再说 那个网站在哪里 我们现在发展 有店铺开始营运 其实就几个月 有几条路线 我们在行常玩 其实我们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 一班 住在天水围和元朗的青少年 他们做道长员 我们机构 特意有个目标 是训练这一区的青少年 有十亿个单元 给他们上 上完之后 他们开始做道长员 我们四人成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找到四个朋友 自己可以选择路线 自己可以选择日子出发 所以很自由 现在比较 我们落实了 有四条路线 一直在走 南深围 很出名 风景很漂亮的地方 他又适合一家大小去玩 因为 比较 画景优美 有没有什么斜路 其实都很舒服 有南深围 第二条路线 可能很适合情侣去 就是白黎 他会看到日落 因为白黎很出名 看日落向西边 路程会长一点 然后还有楼浮山 楼浮山 楼浮山那边很出名 食蠔 我们都会有一条路线 还有一条尖鼻嘴 就是挑战难道一点 有些暗斜 如果你想 你都常常踩一贯单车 可以想想这条路线 可以逐条路线讲多些 如果南深围 其实我们会分一些星星 两星的 很简单 一家大小都适合 全程 如果只是算踩 就两个多钟 一个成人去踩 所以有些人听到 整个活动是五个钟 很多 其实不算多 如果你平时没什么踩 可以单车都适合 因为只踩就两个多钟 中间有些讲解 休息时间 所以其实都很舒服 特别在 全港 可以看到全港唯一一条 剩下一条是横水道 横水道 那时候不是很出名 大澳有一条 大澳那条 现在都不是恒常用 因为它建了一条橋 就不是恒常用 所以可能假日 或者是特别的日子 会开出来 被游客试一下 拉繩 但是南深围 还有一条是参加参加的 日常的居民出入都会用 所以我们单车都很想 因为那些居民 都会踩单车出入 所以单车都很想 可以经验一个 横水道 希望它将来一直保持 都还在 也会看到之前很出名的 貝贝 那时候发现的地方 就是在山贝河 其实我们会经过那里 因为那里南深围很出名 就是有红树 有红树 我们的渡商人会讲解 也会有以前 南深围在什么 什么围 那些人以为是圍村 其实不是代表基围 那里有 街坊说 原本有七个基围 其实现在没有 现在只剩下米埔 那个 就是后来 不能停的东西 让大家认识 我们的历史 基围是什么 什么叫基围 在米埔有一个实在的 但是在南深围 那里 会看到以前 遗留下来的基围 以前的运作 我们也会讲 通常去南深围 会吃一餐 吃一餐 我们会去一个本地的农场 那个农场 自己种草莓 自己种菜 养鱼 都会吃到那些东西 现在条条路线 都是一百九十元 非常值得 包括吃饭 有人带 还有有单车 那又不用操 拆车 不懂路 那我们有人带来 有个讲解 这个就是南深围 非常之好的 其实我们也希望 多些配合 有些家庭 或者一大班朋友 想玩 如果他想搞活动 我们可以帮他想起来 因为那里有个草原 有个大的草原 然后可以去那里做一些团体活动 可以带游戏 可以带小朋友 带小朋友 一起玩游戏 可以的 其实说 最后 做什么很出名 就是我们常常带 那些年轻人 或者家人 去那里 其实那里是一个 很出名的拍摄圣地 就是那些人去拍照 常常都撞到人拍婚纱照 很漂亮的环境 特别现在春天 刚刚很多 新的青草生出来 很漂亮的环境 拍照是一流 这个就是南森维 第二条路线是刘浮沙 刘浮沙 如果你有兴趣去买海产 就好 因为那里有一条海尾街 开蠔很出名 昨天才刚刚去过 因为有一家报馆採访我们 带他去看 下雨也会开蠔 有蠔賣 可以看到一些当地的土产 曬蠔 那条路线 都是我们在元朗出发 然后踏过去楼河山 楼河山一带都会看到西边日落 看到深圳湾大桥的景色 有个红树 其实都很好 很棒的 因为有一段仔 是踩马路的 所以如果想玩的朋友 可以预了心理准备 就是那条马路 可能有时候都会多车 但是一段仔 导想完都会提醒大家 都是很漂亮的 其实我觉得 除了是买东西 或者是介绍楼河山以前吃蠔的地方 还可以 我觉得很有特色 就是进入楼河山的村 即是现在住的人 那些村是怎样的呢 那 我感觉好像回乡一下 其实都好 这个是楼河山 还有百里 其实百里 就是在楼河山那里 继续接着 接着 所以路程比较远一点 我们刚才说的 整个情况是五个小时 现在就是七个小时 在这里踩远一点 如果你踩惯 套路港 进去大埔 再进去大美督 那些是没问题的 因为如果计算踩的时间 是三个小时 慢踩三四个小时 导想员 有些很喜欢 平时自己上班会踩单车 或者自己撇车 那些 他自己在店铺 我们元朗那里 踩去百里 是九个字 他们是开得很快 所以其实我们说的时间 三四个小时 是正常的时间 是 这个是百里 我们会奏时间 总之遇到你是 看日落的时间 挺好的 这个 如果你有兴趣 上我们的网站 很多照片 都是自己拍的 真的挺漂亮的 冬天的时候 可以去士多啤梨园 附近的士多啤梨园 可以摘士多啤梨 我还没说刘佛山有什么吃 刘佛山 我们其实有两种 如果小人 四五个 我们会带他去吃蠔粥 还有烧蠔和炸蠔 如果想健康一点 有鸿吞面 其实我们经常在吃东西 会看到外面有人 特意进来吃 那些东西很棒 我们都很喜欢吃 就是刘佛山 如果多人 有十二个人 可以去海鲜酒店 我们订了那些餐 有八道菜 也有八爵海鲜蝦 也很新鲜 我们跟他熟了 他给了一些 漂亮的东西送给我们 这个就是吃什么 到这个尖鼻嘴 一百九五元 一包海鲜餐 是啊 所以要快点来 我们迟一点 因为成本觉得太高了 所以我们迟一点 想着会加价 所以如果有兴趣 快点来玩 親主品 尖鼻嘴 都是在刘佛山那边吃东西 但会在白泥的另一边 到吃完东西 就会走另一边 那边也是看到基维蝦的种植 也有另一个基维 然后呢 那边很出名的 看雀仔 候鸟 白露 一年四季都会看到路鸟 是很出名的 看雀仔 那边会看回到天水围 景色都很漂亮 如果你有兴趣挑战一下斜路 因为你上去很辛苦 下来就很棒 那些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地方 主要是这几个路程 那时间方面呢 通常一家人或是一班朋友 上去 通常会几分钟出发呢 其实大概是11点至12点之间 因为有些看日落 白泥的那些就会遵远一点 如果你想遵远吃饭时间 通常是11点左右 就要出发 就要出发 就要出发了 刚才说来到我们的店铺 整个流程就是 我们会有beaving 然后就会教 今天会去哪里 大约看些什么 会播报告介绍 然后下一部分 首先我们做一下热身 因为其实踏车有一段路程 如果小运动的人 都建议做一些拉筋 避免之后会酸痛 做一些热身 会试车 因为是自豪足的流程 所以不是这么早 所以不用太早起床 始终香港人如果要参加这个节目 通常都是周末 星期六 星期日 但是你还没有提到 是 可能是情侣单车 情侣单车之旅 是 两人行都有 是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拍拖方法 是 因为我们发现白黎和南深围 这两个地方 真的很浪漫 会常常见到一些情人 会去 不如这样 导赏完 就是给大家一些惊喜 我们会预备一些惊喜 可能行程之中 会给一些惊喜 例如 无端端放一只花 希望做到一个效果 有些不同的选择给顾客 这个会有花 有红酒 可以选择一下 南深或白黎 据我所知 现在香港有单车 有很多安全的设备要带 譬如要戴上安全帽 这些是不是 已经供应了 其实你可以就这样 赤手 绝对 我们都很注重单车安全 所以出发的朋友 就是脚身来就可以了 穿运动服装 我们就会有单车 有头盔 有导赏完带 我们导赏完带 随着车会带一些装备 就是有些即时维修的工具 就是万一有单车 要维修 即时可以处理到 有急救的急救箱 如果你真的不幸运 可以有些急救的处理 会带避雨漏 如果天色突然间转变 那就下雨了 那我们会有雨漏 可以立刻拿出来给大家 那我们会有一支水提供 最好就是 如果你之前有活动 一袋东西 那我们会有一支随便的东西 那我们会有一支随便的东西 可以带一些随便的东西 就可以玩得开心 舒服一点 不用那么笨重 始终每一个旅程都有很多安排 我相信不是说 就这样 十一点钟 就说去就去 其实他要做一些 事早的安排 通常来说是需要怎么做 之前可能就是 你兴趣来参加 最好是预先打电话 我们就会帮你预留个位置 其实需要七日之前 就给订金的 因为有两件事要预订的 就是预订食物 因为我们跟餐厅那边要说 他要够订餐 还有我们要预计人手 因为我们除了 有几个正职的导想员 就是有些是part time part time的就是我们要call他去上班 所以都需要一些时间 要call定一些人手 所以理想就是 你决定了某个日子 就预先预计 那就会好些 之前就要入钱给我们 就为准 那我所知 你有一个报名的表格 是 那这个表格 可不可以在网上下转的呢 可以 可以的 就是你这样上那个网站 是 那这个网站是 bici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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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ung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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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org cd.org cd是代表什么呢 tungwah cd.org biciline 那这个我们在网上 我们的网上 我都会放在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 上网了解多一点 还有下转的 form 好了 它下转的 form 它填了 填了之后 它就要去指定的银行 有个有个户后 是好像中银的户后 是 那它就要给了钱之后 拿了一张收条 那它就通知你们 那它怎么通知你们 是不是fax给你们呢 那 我认为网上它不可以 就这样把这个资料 帮给你们 是啊 它将这个报名表 和那个入数字 fax给我们 fax就可以了 fax就可以了 所有资料都在这里了 大家不需要去那边 去交钱 因为我自己也去过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 很摩登的一个地点 那个shop都很好 全部玻璃围住了 那也很容易去的 我在铜锣湾 发现有个巴士站 直接在对面 或者说说地址 可能香港有些人 可能一说就知道 什么地方 地址在哪里 在元朗奉长路 5号 韦法大厦地下 4号 4号 接着这个 他们元朗人 叫做雞地 就在元朗的交通广场 对面 如果在这个元朗站 即是元朗西铁站 走5分钟就到了 是 元朗西铁都去到 很多巴士都可以走 有几个巴士站 在附近 很近的 是 如果有些人 譬如开车去的 我记得好像对面 马路也有个停车场 是的 就是交通广场 交通广场 譬如有些人成家人 一辆七人man 八人man 起码不用自己带单车 去到那边 走到那边 走到对面马路 就上车 什么都差不多安排就处 差不多一个VIP的tour 不用那么辛苦去纽西兰 澳洲 其实这个单车生态旅游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社会企业 如果大家有机会 最近好像在亨窗集里面 都有介绍 原来香港大概有200多个社会企业 比美国 美国原来差不多有5% 和英国有1%的企业 是社会企业有关的 比例很高的 社会企业的香港的发展 其实是 如何发展 目前是如何呢 起码亨窗集里面都提及 因为始终能够成功 营运的 其实不多 大概是10% 十分之 很多有不同的因素 其实很难营运下去 大家都 亨窗集里面有个解释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社会社工 或者社会工作的人 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社会企业 都是希望 就是 早一两年辅助一下你 帮一下你手 接着两年之后 就希望你自己搞定 我相信 Anthony 在这方面 很可能会比较熟悉 其实社会企业 是一回 怎样的 社会企业 背后的原因 目的是 是怎样的 有些很明显的社会问题 可能接着有很多 濫药 或者像 蓬佩影响 甚至有些人说 他们可能有些 跟随了一些 黑社会分子 这些都是一个社会上 出现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就着这件事 就发觉我们想到 一些什么的方式 可以令到他们 有一个身份 最重要不只是 一个金钱的回报 一个身份的 很明显的认同 因为青少年人 他们很需要 一个身份的认同 所以我们去到 我刚才是袁医生 跟他聊天的时候 都看过 我们的中心 原本在天水围开始 还是07年才开始 那这个单车生提侯 就刚刚是08年10月才开始 那我们其实开始 搞尽老汁 有什么方法呢 但是想想想 不如我们所有东西 就由天水围 跟元朗就地取材 所以当初 我们看到三样东西 一样东西 天水围 元朗有很多单车 因为这个是其中 他们一个 平时用来 就是运输工具 因为他们可能 生活比较清贫些 搭车很贵的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你看到家家户 他们很多人都有单车 还有踩单车 是很厉害的 他们很厉害的 这是第一样东西 我们看到 第二样东西 我们发觉 原来我们整个元朗 天水围有很多大自然 和很多历史 是很值得去看的 这些东西 在香港的其他区域 是比较少机会去见到的 这是第二个资源 我们看到很精彩 比如说 举例 湿地公园 当然坐落在天水围 但是湿地公园 以外周边的地方 好像刚才提到 男生为一百来 很多大自然景色 它不需要在公园的范围 其实你自己去到 但是原来很漂亮 当初有些什么故事 我们希望透过导游 讲多些 但是这些 都是它本身有的 nature resources 第三样东西 刚才我们提过 天水围 或者元朗区 是全香港最年轻的社区 among所有的区域 所以三字一加起 我们就想这样 就是单车 加生态 加青年人 很自然就产生了 青少年的单车生态 导赏团 这个就是我们当初 营办社会企业的时候 其中一个就是 看到一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就 所以采立一个 企业的形式 当然社企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赚到钱 不是分给我们 所有有份 参与的同事 或者我们的 机构 最重要就是 我们找到钱 用回去营运 简单说 就是我们可以 请到那些年轻人 去参与我们这个行业 这个我想是 整个社会企业 一个很重要的mission 所以我想 我们的mission statement 我们都说得很清楚 我们要create employment 和growth opportunity 给一些年轻人 但是主要就是 Eco Tourism 我想Eco Tourism 大家都明白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需要 大家对大战 爱护大战 爱护环境 生态 更是一个新的 很热的一个topic 好了 大家有机会 我们不只是说 踩鞋车 我们不只是说 生态旅游 我们是说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社会的运动 我们希望做生意 娱乐也好 都是希望背后 可以令到我们的社会 更加好的 我们先休息几分钟 我们很快回来 会继续讨论一下 社会企业的角色 香港在这方面 可以再做些什么 或者遇到什么问题 好 先休息十分钟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 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 网址 我们继续继续继续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就是关于 单车生态旅游里面 背后的社会企业 我们的嘉宾是有 Michael Chen 陈慧明小姐 和Anthony Penn 彭恒基先生 我相信大家一想起社会企业 都很快会记得 在孟加勒有一位经济学教授 他最近拿了一个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 他的主要原因就是 他创立了一个 可以叫做 穷人的银行 Rama Bank 因为他在美国读完读了 在孟加拉去大学教授里面 他发现很多贫穷的问题 很难拿钱给他 可以教得到 我们经常都说 你要教他怎么钓鱼 不要供应鱼给他吃 但是怎么去做呢 在一个所谓商业的社会 这个银行里面 他们会看看那些人 借钱是否够得住 借钱还不还得回 发现在孟加拉 很多穷人 根本是借不到钱的 而且借钱来的利息 高到他只是还利息 都还不及 所以他就出现了 所谓Rama Bank 这个是穷人的银行 他借钱好像是没有利息的 第一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贫富如船背后的很多因素 都是因为这个所谓利息这个制度 当然如果有些人说 没有利息的社会怎么样 很多人都很难想象 因为我真的太过习惯了 但是很多宗教都很反对 利息是一种usory 一种剥削的手段 这位教授就设立了这个银行 其实他好像他初初用的钱 好像知不知道五百元美金 就是很少的金钱开始的 开始借贷给当地的贫富的妇人 买一些基本的材料 开始制造一些制成品 他们很有趣 他们的经验发现 他们所谓default rate 就是不还钱那些是很少的 令到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穷人呢 你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尊严 他们真是很珍惜一个机会 去自力更生 哪个人真是想去 拿纵援吗 拿纵援的人 其实我觉得在心理上 心态上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如果能够自己 可以帮到自己 我相信大部分都想这样做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在印度也有相似的企业 是正在做同样的事 最重要的是 要教别人自力更生 就不要靠社会给他 给他送换 所以大家看到 行得通的社会福利 能够帮助别人的自力更生 其实那个方法 手段其实很重要 据我所知 除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 介绍的单车生态旅游 这个社会企业 其实呢 在天水围那里 是有一个机构 是一个是由 是东华三远 还有那个 那个 赛马会那里 就有一个是天水围的 一个叫做服务中心的 那我也有机会去参观 那我看到 在一个停车场那里 一层来到 就是装修了之后 那里面呢 就有些音乐室 或者演讲室 那也都有些地方 给那些年轻人 是有个清静一点的地方 自己读书 然后进修 那也都有些其他的活动 那我或者想 请Anthony 再介绍一下 就是他有什么 其他的相似的 的计划在这里 好啊 其实呢 刚才 袁医生讲开 就是我们在 天水围那里开始 其实都 因为天水围很多 被人的印象都很窮啊 那里 甚至乎之前 有人形容为 悲情城市 那其实我们有时 跟那些年轻人 或者那些妇女聊天 其实带着这个 这样的标签 其实有时 生活明明不是很辛苦 都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 人家一听到天水围 有时他们说笑话 他们找工作 真的不敢填自己 住在天水围 那之前有些 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但是其实 很多情况下 其实不是他们 真的想这样的 很多事情 我想在不同的传媒 对于整个社区的 看法 令到他们有了一种压力 产生了压力 所以 我们也看了两种事情 其实是真的 那天水围的而且 都多一些 比较贫富 或者清贫的家庭 那我们其实都在想一件事 就是 有没有办法 可以帮他们解决 这个贫穷的问题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除了 这一代贫穷之外 有一件事 就是夸代贫穷 很担心 把贫穷 由一代带到另一代 所以 我们其实 现在有两个 我们叫做 资产为本 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都想 窮人一说 如果他很贫穷 叫他存钱 有些人就笑 他那么穷 你还怎么存钱 那我们发觉 不是 原来在美国 加拿大 甚至最接近我们的台湾 其实已经有一些 叫资产 资产为本 asset based approach 的方式 去帮一些 窮人脱贫 那我们现在就做 两个计划 那一个就叫希望户口 那希望户口 那希望户口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中心 那另外又有宅善基金 那另外就花旗集团 那和政府的攜手附约基金 那他资助这个计划呢 那我们就帮一些 妇女和一些 16岁以上的 求生仔 存钱 那另一个计划呢 我们叫私有旅程 那其实那个呢 那就是 现在政府推的一个 儿童发展基金 那我们就找了 国际私支会 中国港澳303区 就资助我们 那其实两个计划呢 都是以一个 存钱形式去做的 那怎么做呢 那其实 两个计划 我想简单来说 有一些共通点 第一个计划呢 我想 那所有的参与者 第一个计划 他们当然要 计划的 他们都相对贫穷的 譬如说他们家庭收入 是整体香港的 平均数的75 或是55% 那这个是 就是相对 你都看到他一定是 比较贫穷的一群 那他参加的时候呢 他有三个计划要达到的 第一个计划呢 其实他要付出一些 的时间 去令自己改变个人 就是有个人的成长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除了个人成长之后呢 其实还有 我们就会配对一些 粮丝和私友给他 因为呢 其实可能是 那些人所谓的街坊居民呢 他们出外的机会很少的 因为他们很少机会过中环 甚至乎很少机会出尖沙咀 可能几年都没出过尖沙咀 是大家都猜不到的 那他们少一些 我们叫exposure 或者可以抗阔事业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就会引入很多不同的粮丝 其中一个例子 其中一个很好的粮丝 那他透过他们的参与呢 令这班街坊青少年妇女呢 可以有些新的接触 那第三部分呢 第三部分呢 香港来说是最首创的 就是说 我们会希望他有一个habit 有一个习惯 就是存钱 存钱怎么存呢 其实每一个月 他可能如果是儿童发展基金 我们的私有旅程的计划呢 就会最多存200元 那如果是我们的希望户口呢 他最多是存500元 存钱之后 我们会给一个一对一的配对基金给他 譬如说 举例 一个小朋友 他一个月存200元 存两年 那就有4800元 那这样成就 那但是呢 我们就会再找一些赞助 比如说我提过了 我们的私有旅程呢 就是303 中国广告私集会 那他会配合另外的4800元 再加上政府的儿童发展基金 有资助有3000元 我们叫graduity 他成功存了两年 那加上呢 他由4800元 变了12600元 那我想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这是一个相当的回报率的方式 那但是最重要呢 我们其实不是放在钱身上 而是家庭 因为年轻人也好 父女也好 他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透过不同的智慧 包括更加省 我们会教一些理财的概念 哪些是想要 哪些是需要 很简单的一个理财概念 透过这些这样的方式呢 都可以令到他去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去尽量可能透过 刚才说 洗少些 或者想一些办法 去找一些收入 可能他们做一些part time 甚至习惯 甚至乎我们有部分的导游 其实他都是透过这些part time 去做钱的 这样的形式的话 他就开始有个 两年的生活习惯的改变 这个呢 就令到他的资产 亦都出了一个很实际的回报 我想这个做法 在香港来说 是比较少有的 我们参加了希望户口的 一大班妇女 其实他们很多都很有能力的 包括我们有一帮妇女 她是来自不同的国籍 因为很多是国内来的新移民的妇女 她们有部分可能煮菜很厉害 做手工艺的东西很厉害 她们做一些刺繡真的漂亮得很厉害 有些人会做一些紫花 有些人会做很多不同形式的猪仔兽饰 其实他们透过这些资产的钱 他们其实都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 就是他们有没有梦想 我们无论是私有旅程也好 希望他会好 也希望他参与的时候有一个梦想 而透过存钱 个人的成长 加上私有的配对 是协助他达成他这个梦想 这件事我想是很少计划那么实质 又有钱 又有人帮你去谈你的梦想 然后最重要是 他是怎么样 我们透过一切方式去达成这个梦想 这个是我想 我们一个比较新的资产为本的概念 去推动的一些计划 或者天守卫和元朗区 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 有一位法国的香港厨师 他在酒店做的 他跟我聊 他说他很想教一些小朋友 如何去攀任 他说他也跟Yang Cancook 那个Yang 在广东里都谈过 他说他小时候 他真的很希望当时有这样的机会 去学习去搬任 他说他应该是天守卫的地方 设计一个 open kitchen 他可以教一些人去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idea 我觉得是否香港人想去学做厨师呢 他说其实不是只是想做一个职业培训 有其他的好处在这 在这方面我觉得天守卫 也有一个搬任的活动 他觉得这个活动是怎样的形式 最后的目的是想怎样 其实我们在天守卫 中心卫有一个计划 叫做天柱鱼社互助计划 他其实很好 拿到政府的 务福局的社区投资共享基金 资助我们做的 其实我们先不要说计划做些什么 我反过来就想一件事 大家都喜欢吃东西 我可能是一个很喂食的人 我一说到吃 就无论辣不辣 甜咸咸咸 我都很喜欢 但都发觉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原来一说到吃 所有人都会突然肅然起劲 因为大家都在吃的桌面 有很多东西说到 包括你吃的文化 中餐西餐是怎样吃法的 另外就是煮食的过程 原来很有趣 在里面又在演绎很多 生活的细致和生活的文化 甚至生活的传统 所以我们发觉 原来煮食是带出很多东西 甚至煮完 大家放在桌面 一起吃 那一刻很高兴 你喝杯 那感觉已经很精彩 我们发觉 现在我们在天水围做事 其实我们天水围 我自己工作的地方 叫天水围北 比较社区 比较新一些 因为他们很多在02 03年才入伙 伦理之间 大家不太熟 天水围的特色 很多人刚才说过 新移民 亦有不同种族的人士 在住 那发觉 如果要帮他们共议一路 大家 令社区和谐一些 其实都要想个方法 于是 叮一声 譬如说吃 一说吃 大家都很容易聊天 所以我们就 所以就产生了天锄鱼舍 互助计划 那个概念出来 那其实我们的目的 就 你说是否做一些好吃的 我们反而不是 我们不是很重要 做成什么 吃成什么 那当然 so far我都挺好 我吃了些东西都很好吃的 原来 但最重要的是 透过煮食 原来很多来自不同的 乡下的一些妇女 或者年轻人 她们突然间会觉得 原来我的传统 带到来 不会像有些人说 我不敢说我是新移民 我不敢说我哪里来 因为我香阴不正 反过来 我的国语很脆皮 我学国语和我们聊天 因为我会告诉她 她煮多一道好菜 其实带着很多她的历史文化 她家乡的一些优点 一些优势 来到香港的地方 我们透过这个 煮的饭餐的过程 吃的过程 就将她们的身份 和整个个人 重新建立了出来 那我们也发觉这件事 原来街坊街里之间 原来以前不好吃的 但是原来现在 一群人来 参加一个 简单的 我不敢说的 煮食课程 因为不是我们教她 而是她教我们 煮食 煮完我就有得吃 他们会发觉 说到她自己 以往的生活 她现在的生活 是如何 整个人的信心 很明显是不同了 所以我想 因为我们 自己都是社工训练出身 其中一个很重要 就是 希望透过一个媒体 就是我们做的食物 去建立一个个人的成长 那我们发觉这件事 就很帮助 无论是妇女 甚至是年轻人 我们一群年轻人 很厉害的 他们可能被形容 为一些边缘 青少年 在街头楼链 那我不如这样 大家做义工 做义工 他们有时候觉得 很闷的 做什么义工 但是那么多人欣赏 这些公公婆婆婆拍手掌 他们可能很久没有这个感觉 没有这个感动 没有这个成功感 原来煮食 带给年轻人 也有很大的成功感 因为这个厨师的身份 对他们说 是有很多意味 我们发觉 这个天厨计划 其实在做一些这样的形式 令到很多人 由原本不懂 变成识 由原本 觉得煮食 是一个很普通的技能 而变成一个 煮食原来很厉害的技能 那么这个身份的富裕 就是又好吃 又好玩 也有挺好的经验 因为 其实 在外国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什么令人开心 我最近很无意中看到 如果你有个朋友很开心 会增加你的开心7% 如果你认识朋友很不开心 会令到你的开心的指标 减8% 但是他说 你公司的同事很不开心 其实对你没有关系 但有一样东西对你很有关系 如果你的鄰居是很开心 或者跟他有一个很愉快的交往 你那个开心的指标 会增加34% 哇 只要你可以看到 我们经常说 天水违驱 是 因为我们形容它为悲情成事 其实我们用这个煮食 令大家互相有机会接触 还有个人都喜欢吃东西 有些什么人会不喜欢吃东西 那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是令大家有机会大家接触 那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所谓叫baby boomer 就很多接近退休 有一次我的同学 大家相聚十个同学里面 五个已经是退休 或者快退休 那些 那在外国 作为一个 美国一般 原来很多人是参与一些所谓义务的工作 那我记得有个数据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个人都会做一些 那我知道呢 今晚我们的客户里面 那黎太呢 他住在跑马地的 但是呢 他就会天水违做义工的 那背后一定有很好的原因 那或者黎太可不可以告诉你 就是你在 你在 你在义工方面呢 其实你是在做些什么呢 你是 为何会做呢 其实最主要是 我觉得 自己身为一个香港的兑议 那应该是为香港的兑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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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听着听得多天水违的 听着听得多天水违的 所谓悲情情事的事情 那究竟是多悲情法呢 我又不是真的那么知道 但是我觉得 真为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应该是要付出 我觉得 譬如 关心 最重要就是关心 是不是 那人与人之间 如果多份关心 多份 就是 怎样说 关怀的话 那些人与人之间 就会平和了很多 社会里面也都少了很多纷争 其见 最主要 为什么这么多 不开心的事情出现 就是因为 他们都是没有人 关心他 没有人 理会他 究竟是 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我觉得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 关怀 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如果有这件事推动到我 我就觉得 我真的要去看看 是什么事情发生 当我进去的时候 我见到Anthony 又见到Tim 又见到其他那些 小孩 我觉得 好啊 就是他们真是 很有心 的一个 社会工作者 所以我很愿意去参与 也都是 through 他们 可能将来 会和一些 天水 或者居民 互相 学习 互相成长 我觉得 如果你是能够去 Gift的话 你其实都是 在你面前 就是一个 有血有泪的故事 在你面前 就是一个 很大的 学习 大家一起成长 大家一起支持 这个 推动到我 由 那么远 去到 那么远 我觉得 很开心 我觉得我很开心 不知为什么 很累很累 我也觉得很开心 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很公道 我有时候 遇到很多 病人 他说起自己 很不开心 那 那怎么办呢 除了我们有时候 用我们的医疗工具 自然医疗工具 和疗法 是可以提升的 可以解一些人的 情意结的 但其实有一个 很具体的方法 我说很简单 你找一些人 比你更加惨 你放他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安排 就是 你这样做 你便很容易提升到自己的快乐 那 你刚才可以看到 现在在天水围的服务中心 其实他们所具体做很多东西 其实 那个路上是很对的 那 你曾经所说的一个 那个计划 是鼓励一些人 自己呢 先 先 存钱 学得 怎样去 manage 金钱方面 那 我相信大家都 都 受苦的 就是美国人呢 那个钱的management 很差 这些 subprime 这些 这样的 cheon kit 美国人那些 才花未来钱 那 拖到全世界 都被他们拖坏了 那 所以这个 金融海啸 其实就是什么呢 起码在某个程度上 都是 原来美国人的 真是 不懂理财 当然 整个金融的机构 也都是 利用这些弱点 来到 轻波作难 来到 搞到我们 整个经济 是出现这个问题的 但是当然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都曾经 都和大家探讨的 其实真正的背后的原因 除了这个 见到的现象 其实有另外一个 的现象 这今天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那 那 就是 所以 我们觉得 整天都 做慈善是 很重要的 但是 我们都 经常这么说 慈善的机构 很多 就是 有Bill基 Wallum Buffet 李嘉诚 就是 香港很多很多的 元老的富豪 都是用捐很多钱的 但是 我经常觉得 就是我们捐钱 就不要做一些 捕获式的捐钱 就是你要捐得适当的 那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能力捐钱 每个人 能够可以做一些 是令到 这个地球更加好的 那 我们香港更好的行动 一早就已经 看出这个 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社会 不论有什么的制度 什么的福利 始终都是 有人去 去濫用它 有人 去 去 利用它 就是 令到这个制度 最终不是很完善的 那 什么可以能够 令到我们这个社会 更加 完善 或者问题 真正可以解决到呢 其实要靠我们 每个人 就是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是出少少力 我相信香港 是比 世界上很多人 都是 生活的水平 经济能力 都是很多 所以 其实我们 每个人 都是有能力 做少少事情 那 这些是我们的 每个人做少少事情 其实 就可以解决很多 我们的社会制度里面的 得足之处 那 这个我们香港更好大行动 是这么多年来 都很强调的 就是 这个是很有趣的 我们不可以说 依赖政府 现在看看美国 看奥巴马 这么猛地在那里 扔钱 那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最终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 我们都看到 我今天报纸看到 香港的港币 就是想和美国 是想慢慢脱钩 脱离 大家都知道 美元崩溃是一个 迟走的现象 那 其实很多东西 我觉得 我们只是在表面上 或者在一个大传媒里面 其实它真的不可以 说清楚给你 很清晰的 但是 大家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的 网上的资讯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地球真的 在发生什么事 其实最后最后 都是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能力范围 能够所做出的事情 就令到这个世界可以改变 那 力量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做到 好了 那我们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那 非常之多谢 Anthony 和Michael 就这次 帮我们 讲解一下 和探讨 香港的社会企业的发展 最重要 我们生在地球的 不是只是做做做 不要只是想想一些惨事 还有很多很开心的事 那这件事 就是我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做回我童年很喜欢做的事 就是去驾驾单车 单车 新大旅游 好 多谢大家 多谢